从监控画面可以看到 11月13号早高峰期 这名老人在小区道路上行走 等有汽车经过时 故意用胳膊去触碰汽车的反光镜 然后佯装跌倒 索要医药费 在7点半到8点半这一时段 这样的事情连续发生三起 其实这辆红车 经过他身边的时候 可以很明显看到车速已经很慢了 他还主动往上靠 而且跌倒的动作比较浮夸 民警通过调取事发小区的监控发现 这名碰瓷老人 为了让自己的行为更逼真 当天上午他在事发小区来回走动 进行了多次尝试和演练 你看这辆车子经过的时候 他先回头看了这辆车 离他大概多远距离 靠近的时候他有一个主动 把手往马路中间 就车辆的反光镜那边靠的一个行为 因为刚才那辆车子车速比较快 也不利于他直接进行碰瓷诈骗的行为 老人碰瓷骗取了三位车主的八百元后 竟然是一溜小跑离开了现场 据警方介绍 这名65岁的碰瓷诈骗违法人黄某 有诈骗前科 他对事发地有所了解 当天是乘地铁专门到事发地碰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9条规定 目前警方已经对违法人黄某 做出了行政拘留15天的处罚